35岁的刘烨事业有成 家庭幸福 10年妻子为他生下可爱的儿子诺依 去年除夕夜家里再添一女妮娜 从此刘烨把所有的爱都给了这一双儿女 升级做父亲的他 近年来逐渐退去了以往的浮华志气 身上更多的是成熟的担当 昨天下午刘烨在微博一本正经的发言 交给孩子基本的生活技能很有必要 今天的主题是荒野求生 分享的照片中 他带着孩子坐在搭了一半的窝棚内 蔓延警惕地盯着棚外 儿子诺依自己蹲着 女儿妮娜则坐在爸爸大腿上 刘烨透露因为本人身受经常迷路之苦 所以在找不到回家的方向时 搭建一个临时庇护所很重要 这样可以防雨休息恢复体力 搭建好以后时刻警惕野猪来袭 原来身为鹿痴的刘烨 担心孩子在野外迷路而无计可施 才带他们来体验 但教孩子野外求生这一做法 网友们似乎并不买账纷纷吐槽 虽然刘烨是一副严肤口气 但隐约透着卖萌的气息 毕竟儿子只有三岁 女儿还不满一周岁 这么早就让他们学求生 是不是太早了点啊